各位同仁,部長,各位一級主管 媒體朋友,工作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麻煩請部長一下,好不好 請吳部長 江偉你好 部長,今天看了要省很多,其實要省到下午一點恐怕都省不完 這裡面,我看到很多提示到教育經費 編列以管理法,好像幾年前就開始在談了 這次拿出來談,當然是主席的魄力 不過我跟以前的文件會一樣 文化基本法沒有看到M版的文化基本法 文化基本法很重要,裡面M版白提的 到時候我跟聖主委講說,你要趕快去向行政院 去把你們M版趕快拿出來,並案來審理 這樣才合理嘛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不贊成,是浪費時間 第二個就是在這個地方,教育經費編列以管理法 我也沒有看到M版 已經到行政院去了,大家最近會過來 我個人說今天也不能去談這個 談完又反對,因為我沒有看到M版到底是怎麼樣 不是說拿出來談就談,談沒有用嘛 我們會趕快跟行政院送過來 你要跟行政院去跟他講 行政院在幹什麼我不曉得 拿出去就在那幹什麼 睡覺 對不對 法案在那邊去都不省他幹什麼 我這兩天就會過來 我們盡快盡快 很多不是我不是說只有部長的啦 我說其他都一樣 剛才我是講文化基本法也是一樣啊 這個主席很多了,他從來不省 不省也不講 拿了很多事情到我們這邊來談 談的根本就是不像話嘛 我浪費時間啦 是,建委員對法案的專業跟用心 我們很感佩 雖然我們是認為說這個 所謂這種經費編列跟管理很重要 我個人是認為這非常重要 但是這種重要不是因為說 沒有一個比較的一個所謂 政府的一種這個集體的一種 他的一個方式出來,我們就在談 這談這個沒有真正的 不是都沒有用啦 當然還是可以 可以曉得說 大家的看法是怎麼樣 但是你能夠做成決定嗎 對不對 所以我 我是建議說 今天這種所謂這種這個 編列與這個管理法 是 最好是不要審 我們請這個主席 在這個十二月以前 我們再把他出來 我們再一起再編 那我們今天還有很多啊 在這個會局 通過就可以了 對不對 我們主席要提到這個 那個日學強迫法等等啊 我有提到很多 他很認真 謝謝江委員 我們一向很敬重江委員 所以我建議這樣 我建議這樣 你是要指我會反對 我不會去審的 我反對喔 真的我講反對我就反對 因為你沒有一個本 我不管說社會上對我怎麼樣 我沒有關係 你沒有版本我不會審 我建議的確是速度上有點稍微慢一點 希望說你趕快拿出來 我們再來審 我們請主席再編 把這個時間 這個 這個在 這個 再 抬下去嘛 好 那另外就是說 部長 我們在現在目前 就常常聽到說 這個 我上次也跟部長講過 這個 技職跟一般大學 我們從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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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啊 或者是屬於這種高中啊 我們這個 這個高職 這個技職的方面 我們希望他能夠發揚光大 所以我以前在 我在前一個禮拜 我在這個 僑委員會的這種 這個報告裡面 我曾經跟他講說 你用這個 請這個 外僑 或是我們的僑生回來 或是我們這個僑界的人回來 台灣 不是說去拿一個什麼 這個協會 那個當然是很 因為還是很重要 但是我認為說 用這種 請他們回來 學習 一技在場 這個 比他這個 學一個什麼 像我們這個練法律的 你到外國去幹什麼 人家不曉得你的法律在學什麼 對不對 現在僑委會跟教育部有個海親班 對啊 所以我非常高興說 馬來西亞馬華工會 也希望教育部幫他們開專班 訓練他們 年輕人的技術 對對 這個他們回去 就可以工作啊 對不對 可以當橋樑啊 對他們講 所以 原帶就是說我們希望 部長 能夠把我們這個技職體系 跟一般的 能夠慢慢把它切分開 我一直在講說 像我們中文大學 我們財經法律研究所 或財經法律學系 同樣的 畢業生去外國拿了博士回來 然後到 英國大去 或者到別的學校去 這個 當老師 他所上的跟我們大同小異 那一般我們中文大學來講的話 不是一個技職體系嘛 要務實自用 要有一些實務方面的背景 對啊 英國大來講 等於說 我不說你不能開這個 我說你的教學內容也沒有一樣 要有區隔 所以你這種 這種技職 我們希望說他到這個 大學以後 他就可以 或者是高中 他就可以出去做事情啊 對 國家要需要這個人很多啊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對 博士生啊 上次也講過嘛 很多啊都沒有辦法 這個找到工作 當然我 我也是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 這個 提高這種這個 在中央研究來講 我也跟他講過嘛 上次提到這個問題嘛 博士生的問題嘛 很多的博士生對我們非常好 但是啊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 這個在我目前來講 能夠協議自用啊 造成他這種這個 高低 這個 想法不一樣的情形 他低的他不願意做啊 高的他又沒有這種工作 所以我想啊 這個是齁 這個我們必須要把這個 記者跟這個齁 去把他做一個七分啦 好不好 這個部長齁 那因為這種情形齁 所以我一直在想齁 我們現在這個已經 無薪假都要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無薪假 當然不是一個法律民族啦 這是無薪假 這個 聽起來很奇怪啊 無薪還可以休 無薪當然可以休假 所以我想齁 應該是齁 不要給他這種這個 無薪嘛 他要生活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齁 我 我一直在 我一直講過了 當然 我現在已經 案已經理好了 我要提出來 就是 我上次也跟部長報告過啦 我是認為說我們的公務員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 公立學校的這個老師齁 他畢業以後 啊不 他在這種這個 拿到這個年金以後齁 他這個退休啊 會還到 實力學校去當這個專任的 當校長啊 當然是很好啦 他是 很多的這個 諸數是很好 但是我認為對 一些新的博士齁 找不到工作啊 這才是重要啊 對不對 那部長你講說 他沒有走 你也不能進去啊 這不是這樣講 他要走他還是會走 他因為拿到年金他會走 他會做其他工作 那現在你 因為有給他這條路 他會去找這個蘇利大學的 那蘇利大學 那蘇利大學 一般來講 我們教育部給他補助很多啊 就上億以上的啊 這個錢裡面齁 他就是有教育部給的錢啊 我們補助款 不能拿來做為老師的薪水 不是啊 但是還是有補助嘛 這是完全 你有補助 所以我是認為說齁 一個人已經拿了年金齁 這個已經到七八萬 八九萬的這種情形齁 過他生活了啦 部長 是 我說這都不好意思啦 我自己就不用花200塊 八九萬 要花200塊 對不對 所以我是真的說 這個要給我們新的齁 這些博士生齁 能夠有一個去鍛鍊的這個機會 那我們這些老的 資生的啊 不是老的啦 資生的啊 能夠齁 到這個所謂蘇利大學 其他 我們可以當這個所謂 不佔民國的 比如說這個學校自己 訂的這個講座教授啦 或者是顧問啦 或者是堅任的啦 或是什麼情形 這個是可以的 他的這種經驗齁 到這種這個 蘇利學校齁 去發揮他的這種這個 幫助在私立學校 能夠提升他的這種 這個 他的各方面的學識啊 這是非常好啊 但是我一直不認為說齁 一個公務員 一個所謂這種這個 公益學校的這個 這個這個老師 拿了這個年金以後 他還是 喔 他到私立學校比那個公益學校 還多錢呢 你相信不相信 部長 這比較多 市立學校給的多 比我們的公益學校還 現在公務員已經 不好了 你看我們私立大學啊 都想到這個未還期啊 但是他沒有辦法 被人家踢回來啊 他說不行啊 你都沒有貢獻 你怎麼拿來拿我們的錢 他是認為他們的錢 其實是國家的錢啦 他說 你不能加進來 你還是回你的公務體系去 所以我們私立大學 現在這個這個 退休金還是 還是沒有定案嘛 這種情形 所以我我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就跟這個 這個部長報告齁 盡量的齁 這個 已經有拿這個錢 不要再去 你會用 你你你你學校有錢 沒關係 你會用其他 明目給他 但是你不要佔這個 有關他的這種這個 教育部所規定的這種 這個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的明目 這是我的看法 會減少失業 也可以使我們這個 這個 博士生啊 能夠導到工作啊 不要說我們博士生做失業嘛 好不好 謝謝江委員 這個是我的看法啦 是是是 那另外就是說齁 這個 我看到這種這個 報商雜誌裡面有講到這個 NB生現在越來越多了 是 因為他不是說他不能畢業啊 他為什麼 我要去當兵啊 我現在 畢業馬上就去當兵了 所以我不如在這邊齁 再看看怎麼樣 考高考啦 考這個所謂這種 研究所啦 我就在留下來嘛 他其實他不是說 賢輔系 有的是賢輔系 賢輔系 張子修 所以在重型來講的話齁 你要捨協商 應該是使用者附會 這是應該的啦 你還是要學校嘛 但是不能夠說齁 全憑一立的齁 跟我們一般的 所謂這種 每一個人 他其實來講的話 他是因為協分不及果 他去修的 一個是 其他是說 比如說他是 因為這種 半工半土的情形齁 他是因為 沒有辦法就是 延長的 他這種 這個 畢業的這個 連線嘛 延長一年嘛 對不對 他比如說沒有錢嘛 他就是會半工半土嘛 所以在重型來講 可以不可以齁 依照這種 這個所謂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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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這種 這個 這個 雜匯齁 是不是可以依照他的 這個協分數 等等的比例齁 來說起雜匯 這可怕也是 這個 這個 部長齁 可怕去了解一下 好 我們請高教師來 請問一下 九個協分以下都不要錢嘛 不是不要錢 協位要錢 雜匯不要錢 好 你現在這個 都要錢 好 我修兩個協分 你也可以收一萬多 九個協分有一萬多 所以我想是不是說 可以一個比例 使他們能夠說 我使用主 你還要用使用學校嘛 當然要付費嘛 但是不是 好 我們一個小組 高教師來研究一下 好不好 這個我想齁 我們盡量減少 學生的反彈 我們當然是說 你要繳 你不能說用不繳 這不可以嘛 我有反對齁 他是給他一個 心理上的一種 這個 這種希望說 他能夠有一個 受到這樣的一種 這個 這個 鼓勵啦齁 鼓勵不是說 他要延避啦 就是說 我在這裡面是確實我要達到 某一種目的嘛 所以說學分不夠以外 這個 這不講 其他有很多原因嘛 是 另外就是說 這個部長 是 強迫入學條例 我們都了解多 我們這種義務教育 就是要強迫入學 這個小學生啊 以前我們還沒有什麼森林小學 還沒有說你會到你家裡 像我們某一個人 要自學教育 他把小孩子都放到家裡 在受教育 請人家去種啊 然後他送到國外去 回來又 我們這個 多元的教學 我們不反對 但是就是說 你要給他這種父母親 自己請人來照顧 就是你要有一個一套 要有能力 要提專案申請 要評估 對啦 我想現在是有啦 但是現在每一個縣市都不一樣 對 他規案是不一樣 是不是說齁 我們教育部還是要去關懷 我們希望是這樣 那但是這個強迫入學條例 就是說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有的你看有的 他根本就沒有錢 根本就上課也說不定 雖然我們現在是不要錢 但是起碼他要 營養午餐啊 還要錢啊 對不對齁 當然營養有錢他可以 弱宿的話可以免費 可以免費 對啦 我是跟教育部長講 最好都是免費的 是是是 這個齁 吃飯不要再去分他 你現在看 這麼有錢的人 他帶的便當器 都是齁 什麼 鮑魚啦 什麼 魚刺啦 哇 其他學生看都 你們家實在有夠好 我們都吃這個 你們都吃的 學生之間也不好 吃個錢 吃個這個齁 一個營養午餐 不知道錢 國中小時候有營養午餐的規劃 小學都有營養午餐 對啊 我是希望說齁 我以後醫道院長 我會跟他講 這個今天吃一點營養午餐 也是比較營養 為什麼要給他 排富齁 這種這個情形 這個 有的可以排富 總經會我們再來 評估 我昨天遇到一個齁 我們的這個農民 你們這個齁 國民黨齁 又這個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又要這個排富啊 今年新加入要排富 我現在已經 加入農保已經二十幾年了 我明年就虧拿那個什麼 老農金貼 你現在不能給我拿 我心裡很糊 這樣情形 我說不是啦 你的錢也沒有那麼多 你錢那麼多你就會零了 對不對 但是他沒有去瞭解 大清廣說 這麼講得好 很不好 其實像這種講 我是真的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比例 像現在政府所做的齁 我是比較贊成 說實在的 只是說比較低啦 是不是可以提高這樣 那應該是齁一個 四年就通 就應該應該齁 應該把他這種這個 這個這個檢討嘛 我想這個很公平 那他也是國家財政 總體負擔的考量 那不是說 只有加一個部分嗎 大家都要加嘛 是不是這樣情形 所以這個強迫制條例 所以我們我們的這種這個 趙偉講說齁 阿你沒有去啊 就要給他輔導 輔導 以後面就是 劃一百塊 然後就一直劃一直劃一直劃 劃到他來到這個學校裡面去 這個有用嗎 我們希望積極去找回 中作生來 我是覺得齁 這個真的是齁 劃款當然是一個很好 但是他本身就沒有錢啊 你給他劃 他也沒有辦法拿去啊 所以齁 我想這個辦法是 做一種 一種所謂這個 獨導 獨處他去 去到學校去 但是怎麼樣使他真的說 這個 這個同學能夠送去 這才是教育部齁 中育還是要主動去輔導 去把他找回 輔導啊 看什麼樣的方式 不是說用 他困難在哪裡 你一直把他划一百塊齁 阿一連就划幾千塊呢 幾千塊他就沒有錢虧 對對對 所以我是建議啦 這問題我們也會個案去處理 趙偉講的這個非常好 但是我是說齁 能不能夠齁 建效啊 這個恐怕是要 好 再檢討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江議員委員 謝謝吳部長